才子兩岸產官學界重量級的貴賓 在原山飯店出席第六屆兩岸和平創婦論壇 望報創辦人蔡衍明在開幕式上致詞時表示 台灣人不應該反中而因何中輕忠 平心而論 台灣人與共產黨之間並無深仇大恨 當年是國民黨與共產黨在大陸打內戰 而台灣人應該算是局外人 如今國共已和解 但很遺憾的是取忠人不散 我們台灣人看戲的卻還不結束 這意思就是說 當初就是國民黨與共產黨 他們在外交交代 跟台灣人就沒什麼關係 現在他們外交外交 台灣人在看他還沒交代 或許是因為在威權的時代 國民黨的教育我們要反共 恐共 仇共太成功了 以致在21世紀的今天 有些人內心的深處上存有反共 恐共 仇共的心態 進而又轉變為反中的情節 所以呢 想想起來這都是 大家都是蔣介石最忠誠的信徒 但是別忘了 當時的蔣介石也教育我們 要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 我坦率地說 可以反對國民黨 也可以反對共產黨 就是沒有理由反中 因為兩岸同屬中華民族的血緣 與文化信仰 是反也反不掉的 大陸提出兩岸一家親的理念 蔡衍明認為 這在台灣已經獲得普遍認同 也是九二共識的真正內涵 他呼籲深化兩岸一家親 深化兩岸的互信 今年創富論壇的主題 圍繞在大陸當前最重要的 一帶一路戰略 自貿區 以及青年創業的議題 旺報創辦人蔡衍明祈願 台灣不要再分藍綠 過去的已不可追 但未來還有機會 尤其大陸的一帶一路戰略 已經開始啟動 特別硬邀出席的立法院副院長 洪秀柱強調 創富論壇為兩岸創富意義重大 創富論壇為台灣和兩岸和平創富 這是非常有意義的 我們認為台灣未來的經濟發展 不能沒有中國大陸的參與 無論任何政黨執政 都沒有辦法改變這個事實 目前上海天津 廣東 福建等四個自貿區 也都在加快發展 都列入了十三五的規劃當中 將成為大陸未來經濟發展的重要藍圖 台灣可以好好把握這個難得機會 記者台北報導